中国粉酒畅向全球 这里是由七花粉酒为您独家呈现的高端生活美学对话栏目 大使的美食会客厅 今天大使的美食会客厅也有两大关键词 美食和美酒跟我一起来吧 哦嗨 这两位呢是奥地利国家游局的两位伙伴 这位是巴巴哈 这位是贾山 嗨 嗨 我是Diga 我和你这次游客的游客 我是专业 葡萄 你的这个葡萄真的好大呀 这个对他刚讲的 维也纳葡萄沙的秘方 看你热鲜 哦 俗话说得好 人生在世 唯美食与美酒不可辜负 奥地利其实是欧洲隐藏的美酒之都 那里有美酒专家 也是奥地利驻华商务参赞的等着我们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奥地利驻华大使馆的花园 这边这位呢是奥地利驻华使馆的商务参赞 Dr. Michael Berger 白明浩博士 你好 白明浩博士呢 说起奥地利的葡萄酒可以说是如鼠加珍 我也特意请来了一位中国的白酒爱好者 张总打个招呼吧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你好 我帮你三个不同的白酒 最流行的最流行的 最流行的 叫做Gruner Ventliner 它是一种果汁的 但仍然凉白的白酒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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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香气特别浓郁 我觉得这个口味非常适合女性 它是给大家的 那我想问一下张总 中国的白酒的品种有哪些 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主要是根据这个酿造容器的不同 水的不同 包括原粮的不同 它会酿出各种各样味道的酒 但是现在的在中国市场的比较主流的就是 酱香型的白酒 农香型的白酒 还有清香型的白酒 这号称为咱们中国的三驾马车 占据了整个中国白酒市场的半壁江山 但是现在的就是说清香型白酒吧 也在迅速生润在整个全中国 速度也比较快 越来越更多人喜欢这种清香型的味道 口味比较干爽 入口没有那么刺激 它不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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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说它不太强 我认为你能听到 看来就是专家 参战还是对葡萄酒有了解 我们也曾经邀请过很多的葡萄酒的专家 和烈酒的专家在国际上 也在去品评 这个中国白酒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味道 大家给的意见也是说 这是典型的苹果香和菠萄香 比较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粉酒特有的喝酒的一种容器 可以在上面喝 也可以在下面喝 白酒传统的饮用方式 就像我们今天这样 这个纯饮 现在越来越受年轻人更加喜欢的 就是鸡尾酒的饮法 大概就是用白酒 然后再加上那个汽水 再加上一些糖浆等等 喝起来要特别的爽口 那么我们国人讲究 以酒艳客 以酒助兴 以酒会友 以酒养生 那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 我相信白酒 也会成为我们国际交流的一个桥梁 我们在一起吃 准备 OK 准备 3 2 1 啊 啊 参赞都碎了 啊 啊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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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参赞 那我们这个明信片呢 这边呢 我们是用的奥地利的冰雪王国 这边呢 是我们中国唐代诗人杜木的一首诗 借问酒家何处友 木头标直杏花村 杏花村呢 也就是今天的 很久所产的这个产地 好了 那下一期搜红美食 又带大家去到美国使馆呢 敬请期待和关注 拜拜 再见 拜拜